红筷、扁薄、孝楠、牛章、台湾举木及台湾山 各式珍贵林木全都是山老鼠倒发而来 警政署启动灭鼠专案 针对山老鼠倒发热区以及可能出入的地点 设置50个以上栏检点 不定期不定时进行机动查器 短短4个月查获各类林木约54公顿逮捕上百人 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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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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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 寶欺总队第四大队 近年来在北部地区 一条老的倒发集团 本大队以侦办重诈組織判罪的方式 针对这个倒发集团 我们以向上的溯源追赃 还有断筋流的方式 来查弃这些山老鼠集团 那岛期不容许我们的牵铁神木 成为山老鼠的疾管机 那我们在整个侦办过程 也透过司法的追溯 针对近期查获的案子 连续申请检方积押有12个者 那在追溯方面 检方也具体求行到20年以上 那我们在国有连地的针法方便 那我们在国有连地的针法方便 我们透过针查科技 包括我们的空拍机 我们的远端监控器台 来修正这个整个了解山林的状况 那如果有犯罪的征后 我们立即启动我们的换卷轨机的一个征程 来事实来征后 那现场 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一颗 这个是我们牵铁神木造物的树柳 那这个树柳 这个山老鼠把它切割以后 它透过加工 变成木衣品 价值从数万元到数十万 来获取这个暴利 那接下来我们看来这个 这个销囊 台湾的贵重墓的销囊 它是一个台湾贵重墓里面用途最多的 从小的粉末可以做箱 做佛珠 那这老鼠用背架的方式把它背附下来 背下来 大家看到这个面积虽然很小 重达三十公斤 体有几步到哪 那这些山材 经过架工以后 它可能变成黄金砖 可能变脚材 变聚宝盆 让它架实 非常高深 那我们整个侦派过程 我今天有把它做成 把我们保持在山林巡护的一个过程 那同仁有时候在山林巡护 山区的环境是非常危险 那同仁甚至在巡查过程 也会造成这个意外的发生 但是我们都以 透过强化我们同仁的执勤能量 那把这个巡查 侦派的过程 透过影片 来给各位贵宾来欣赏 大家看到 洪多山在国内 大概在这个中央山脉 海达2000到2700公尺之间 那分布于这个自然林 这个人工林是没有的 如果在这个市面上查获这个洪多山 原则上都是大法林 原则上大法林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慢 一年差不多0.2到0.3厘米 所以说各位看到这个15公分的 这个宽静的这个洪多山 大概就要200年 那各位看到我们查获的这个洪多山 这么大千年就可以算出来 它已经千年的神木被砍爬下来 那洪多山本身是因为它木质部 有这个成洪豆舍 所以它因此得名 它本身里面有这个紫三醇 是医学界报导是这个抗癌的一个燃料 那早期是有比较盛传 但后来比较少 那它本身一万多公斤的这个洪多山 可以提煉萃取区差不多一公斤的紫三醇 大家看到到是因为我们 为什么整个方块 是因为这个收货者 他为了盖了房子 他所有这个洪倒上面处 所以才在那一堆 那另外看到这个是牛樟 牛樟大概他的笑容 看来一大堆这个东西 所以看到为什么一块一块这样 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在佛具店朝后 他做这种情形 是因为神明在做的时候 笑临、笑死 都是这样的 笑死、笑死、笑八、笑八、笑 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如果他有个做神明、做神像 做完之后 他也可以做这个金砖 像隔壁那种金砖 是这样 那这个萧南 大概大多做在这一个家居类 那萧南 我们看到那些神明都 顶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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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是这样 它也是一样 切断也是这个笑 那在佛具店 大家比较了解的知识 神明在做 蕭南 一般可以作为女神 这个大多就是男神 对 对 那这样了解 那相关的影片 我们给大家看到 就是说 一般正常很难去录到 他只是在稻草 都是被他采了之后 这我们装饰监制器 在说实事件 在现场 看他在稻草 这个贵重荧木 难得 把整个流程都用了 那时候再搬运到这个山下 在台湾的山脉 在台湾的山脉 拥有很多世界级的珍贵荧木 如 红筷 扁薄 蕭南 凌彰 台湾 几山 還有台湾木 台湾菊 那数年 都有上百年以上 甚至有超过千年以上 但是这些珍贵的荧木 常常遭到 所谓的山老鼠犯罪集团 倒垮魔力 那这些珍贵的荧木 都是我们国家的资产 为了守护山林 各地的检察署 我们警政署 还有林务局 在去年8月 就成立了 灭属专案 那这个专案执行 从今年1月到4月 我们共同查获到62件 115人 那经过检察官的生压 法院的裁定 也积压了22人 查扣了这些珍贵的荧木 有54公吨 那我们最近年来 在查起这三老鼠当中 也发现 越南及12年的移工 在我们台湾山区 活动非常的活跃 那他们也独自成立了 也所谓的这些三老鼠 道华集团 他们也从坎华 运输 还有销售 上中下游 这个一条边 来犯罪 那本署 在报警检察官指挥 和林务局 也都会将这些 越南及 失联旅移工 道华的这些集团 以后会列为 重点的查局对象 另外本署 在这个月也启动 结合刑事局 保齐总队 以及12个 山区的县市警察局 在道华的热区 用科技指法 还有在山老鼠活动的 运输的这些路段 我们也设置了满节点 被采取这个机动盘查 那绝对会强力取缔 这些所谓的道华集团 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山林 绝对不容许 盗取国家的资产 为有效防治山老鼠 道华行为 警政署也拟定打击策略 运用科技侦查方式 遏止山老鼠 道华及账目运送 同时为截断销售管道 全面清查全国木材加工厂 及一品店 若有可疑收售账目 即列为易销张场所加强查访 彻底断绝不法收张业者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